好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委内瑞拉 南美最大储優国 同时一直有两个总统 这个国家最近又在指控美国策划非法行动 委内瑞拉当政者一直对美国很不满 她的指称的原因是5月初 他们的政府军围捕剿灭一群非法登陆的反对派士兵 在剿灭的人当中发现被捕的有两人 具有美国前特战队的身份 因此 委内瑞拉的总统指控美国 说美国跟邻国哥伦比亚联手想要推翻他的政权 还派这些反对的士兵登陆 不过这整件事情还有更多知情人数出来 说证据显示 这有可能是美国一个私人的保全公司 因为虚张声势搞砸的一笔生意 大动作开国际记者会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痛批美国 逐到5月3日一场失败的攻击行动 企图推翻他 画质糟糕的逮捕画面 显示委内瑞拉政府军逮捕一匹俘虏 地点在首都卡拉卡斯以北的马托库海滩 8人遭击毙 数十人当场被捕 但其中有两个美国人 不正常的翻白眼 被认为是被俘士兵遭逼供的暗号 被拱出的美国总统也否认了 我刚才有了资料 没有关系我们政府 但我刚才有了资料 所以我们会找到 有没有美国政府 在这个业务进行业务 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伊多也撇清 就连邻国哥伦比亚都划清界限 马杜罗高压统治 黑劳对付政治犯 操弄选举 导致400万人逃出国 130万人击净邻国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不得不让 委内瑞拉难民儿童取得国籍 医疗和上学的权利负担沉重 美国的通缉公告 找的是这位野流亡在哥伦比亚的 委内瑞拉前军官阿尔卡拉 他不仅训练委内瑞拉反抗军 也被控长期与哥伦比亚叛军交易毒品与军火 在美国毒品市场海捞 所以委国反对派领袖瓜伊多 不想与他合作 但另一个人却与阿尔卡拉接头 前美国陆军绿扁帽特战部队队员 乔丹·古德罗 他曾获三枚同心勋章 退伍后也接过保镖林勤 保护川普 之后自己开跨国保全公司 他承认这两个美籍俘虏 都是他公司以跨国短期合约聘雇的 退役美军特战队员 有同业看不下去 呼吁他有点肩膀 心自出面救回弟兄 这名前美国海军海豹特战队员麦特斯 也曾受聘去哥伦比亚 交导占地医护课程 当地也有人邀他加入攻击行动 代价十万美元 因为是支持美国人民反抗暴政 他认真看了提议内容 由于攻击行动战略确实像已卵及时 目前各方评论认为似乎真的 并非美国政府主导 只是古德罗想干票大买卖 打响自己公司名号却砸锅 结果却看来像1961年 美国政府想推翻古巴强人卡斯楚 却失败的珠湾行动翻版 美国政府已表示 将针对白银公司涉嫌军火走私等罪嫌 进行调查 但委内瑞拉人民的希望又再度破灭 推翻暴政真的不容易 川普政府对委内瑞拉祭出经济制裁 至今不松手 马杜洛痛骂 此举影响 为国防疫 中国继一带一路政策之后 又派医疗队前往 委内瑞拉也成了美中交锋的另一战场 TVBS新闻综合报道